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乾隆元年的冬至 天刚蒙蒙亮 御膳房里已经是一幅繁忙的景象 一百多口灶 全部冒着熊熊的火焰 厨艺们来来往往 他们各有工 配合默契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重要节令的晚膳 到了美食 也就是下午一点钟的时候 晚膳开始了 温暖如春的冬暖阁里充满了美酒和佳肴的香味 有冬令时节必不可少的热火锅 金石牙筷端端正正地摆在桌边 在清朝的十几位皇帝中 乾隆对饮食最为讲究 他在位时御膳房也最为热闹 不仅菜品多 菜系多 就连这放菜的餐具也十分考究 这么多的菜品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而其中哪一道是乾隆皇帝的最爱呢 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没有答案 出于安全的考虑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得不牺牲一点自己的喜好 宫廷的预算制度 就是要确保皇帝的安全 所以在皇帝吃饭的时候 即使他最喜欢的一道菜 也不许超个三筷子 这主要是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皇帝的所好 为了让他身边和他的臣下人知道 以免张公子对他的人生造成危险 第二个皇帝的所好 为了让他朝野的大臣知道 以免给他们提供投机占银的机会 这是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 下榻的地方是苏州制造府 时任苏州制造府府 以等待多时 此人善于察言观色 并因此宏极一时 这一次他用来讨好乾隆的秘密武器 是厨艺高超的家厨张成和宋元 传善时间 乾隆问朴夫 不知爱卿今日准备了什么美食 朴夫迅速回想了一下 前几日和厨师反复推敲过的菜谱 胸有成竹的达到 挪才今天为圣上准备了糯米八宝粥 万年清炖肉 清损糟鸡 燕窝鸡 说完一挥手 这些早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 一样样地端了上来 屋内顿时香气四溢 乾隆拿起象牙筷 每道菜都尝了一口 就把筷子放下了 脸上没有什么喜怒的表情 一旁站立的补服 心越揪越紧 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掉 这时晚膳已接近尾声 侍女又端来一道菜 朴夫一看 只是一道红烧肉 心里更加着急 正想抬手示意 侍女把这道菜撤下 乾隆却眼前一亮 再次拿起象牙筷 尝了一口 不住地点头 果然 乾隆吃了几口之后问道 爱情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是哪位厨师做的 朕要赏它 扑夫当即打倒 回圣上 这道菜名叫樱桃肉一品 是奴才府中主礼面食点心的厨师 张东关特意为圣上创制的 圣上如此赏识 奴才愿把它献给圣上 乾隆大喜 当即赏了张东关关银二粮 君臣二人的缘分至此开始 这道打动乾隆的糖醋樱桃肉 也成了传统的宫廷佳肴 一块不太厚的五花肉 讲这五花三层 正方块一指见方 得搁在锅里头怎么样 首先得煮 就像煮白肉的这么个煮法 煮到什么火候呢 拿筷子一扎 得能够咬这个筷子 又能扎得透 就是不能太生 也不能十分的熟 在这个程度给它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呢 切开了 证明着呢基本上这块肉呢 能够切成这个十几个小方块 都打上十几个花刀 然后呢下到温油里炸 炸完了以后呢 您在锅里头啊 另起锅 炸这比如说糖啊醋啊 关键有一道料红曲 红曲米 您在这么一收汁 实际它是烤出来的 它有这种酸甜的口味 你想皇帝天天大鱼大肉的 是吧 它来点酸酸甜甜的 而且呢 一口下去啊 这个味道是变化的 正是在我身后的这道美味的糖醋 樱桃肉啊 使得张东关摇身一变 从一个普通的蔬菜厨子 变成了皇帝身边的御厨 这在很多人看来啊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就这样 一向形势低调的张东关 颤颤巍巍地走进了 最顶级的厨房 御膳房 然而 一入宫门深四海 张东关在紫禁城的路 走得是否顺利呢 半军如半虎的日子里 张东关又该如何立足呢 除了糖醋樱桃肉 张东关入宫后 依照乾隆的饮食嗜好 创制了狮子头一瓶 酥造肘子一瓶等许多酥帮菜 深得乾隆皇帝赏识 外出寻幸 或去避暑山庄 圆明园 也会带着张东关备膳 不仅是早晚的正膳 临时加菜 酒膳卖的点心 有时也会点张东关的名字 史料记载 在乾隆四十三年 出寻圣经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随迎做饭的厨艺 共有三十多人 得到奖赏的只有三人 其他两个厨师 各受了一次奖赏 而张东关却有五次 由此看来 张东关得宠 不仅是因为厨艺高超 而且善于融合初心 在此之前 江南菜只是在日常膳食之外 加作一两道 自从张东关带来苏菜 南味食品在御膳房中 逐渐占据了主角的位置 据说 张东关来到御膳房后 专门注了一口灶 中自己专用 称为苏灶 现在大名鼎鼎的北京风味 炉煮火烧 就与这口酥灶有关 皇上喜欢吃什么 底下大臣就喜欢吃什么 老百姓也就追随什么 到了清朝的末年 这个齐人就堕过了 是吧 而且穷困潦倒 他就吃不起五花三层的大肉 吃什么呀 只能拿这个猪下水 什么小茬啊 肺头啊 煮吧煮吧 这么做出来的肉 叫什么呢 叫炉煮小茬 这就是炉煮火烧 最早的来历 炉煮火烧就这么来的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问我 说什么是 这地上的炉煮火烧啊 我就说了 里头啊 得有一片五花三层的大肉 这是一块出入宫廷的腰台 既是出入的凭证 也是身份的证明 张东关虽然被乾隆带到宫中 却迟迟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身份 他进京后 一直住在长茹延正市西宁的府中 只是乾隆下旨宣照 他才能进宫长出 玉山王是为皇帝以及皇室人员 提供日常饮食的一个机构 他的成员呢 主要是由两部分人共同 第一就是太监 就是总管太监三人 首领太监十人 太监一百人 这是一个管理机构 第二部分呢 就是厨师 厨师呢 报告 比如说上山镇 上山户 上山 康熙到乾隆时期 基本上 玉山王的厨师 差不多有四百人左右 乾隆四十八年 正月初二 张东关尽奉晚膳 但此时君臣二人都有些感伤 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此时的张东关已经七十多岁 乾隆与和珅商量 是该想出个办法 让他回苏州老家安享天年了 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 张东关仍旧随迎共善 只是他不知道 这是他最后一次 随乾隆出巡 乾隆对这次南巡的每一餐 都倍加珍惜 他明白 此行的每一道菜 都将是他与张东关最后的告别 南下的路途漫长颠簸 年事已高的张东关 患有腿疼病不宜久行 在苏州临岩寺行宫前 乾隆皇帝经和珅福隆安向苏州 制造下之 擅防苏州厨艺 张东关因年迈 腰腿疼痛 不能随网应益 万岁爷驾兴到苏州之日 就让张东关回家 不用随网杭州 回鸾之日 亦不必叫张东关随网回京 张东关回家后 乾隆皇帝又发下圣旨 在着苏州之造四德 另选金状苏州厨艺一二名 给膳房做膳 乾隆虽然舍了张东关 却依然舍不了对苏菜的喜爱 乾隆时期是御膳房 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 张东关把苏菜带进了御膳房 在线里一位御厨的传奇故事 最后呢 让我们把节目中出现的 腰牌收入国保档案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国保档案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